西雅圖公立學校在九月份開學的情況是怎樣? 首先我們要知道有幾多學生計劃親自來上學 我們希望保持平衡,盡可能提供面對面的學習 同時要確保我們的學生和職員的安全 我們有一個目標,就是所有K到12的學生 在一個禮拜裏面最少有兩天接受面對面的學習 我們需要有社交的距離,同時我們考慮到我們學校的大勢 同時我們亦提供百分之百在網上的學習 這個是適合給那些在九月份不準備將學生送回學校讀書的家庭 在上個星期,我們向所有的家庭發出了問卷調查 問他們在2020年九月份的計劃 是不是部分時間上課,部分時間上網 還是全時間上網學習 我們知道了家庭的選格之後 我們就可以安排老師和在我們學校的教室做安排 讓我們能夠達到一個社交距離的規矩 視乎學校的尺寸 我們會在我們每間學校裡面 安排一位老師教12到15個學生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幾多個課室之後 我們就可以決定在九月份開學的時候的時間表 面對面的學習,加上網上的學習 令到我們的學生整個星期都會有書讀 根據華盛頓州教育局OSPI的要求 最後重新開放的計劃 將會在八月份由校董會通過 新型冠狀病毒令到我們的計劃面對很大的挑戰 要知道西雅圖公樂學校最新的消息 你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SeatoSchools.org For Planning 9月的計劃